台北有没有这种烤肉店 有鰻鱼的这种 没有 100多元左右一个人头 在香港的话 我想要200多元左右 200-300元左右 你还要有人招呼你 不然销嘛 是啊 你觉得你算腾群吗 还是比较卷 我算比较卷 那你喜不喜欢她的跳舞吗 这个跳舞 好啊 好像教育那些夜总会的科书 可以吸引很多客人 然后你跳得好 然后又帮顾客烤好 然后顾客对你夸赞 然后夸你跳舞好看 然后又夸你烤肉好吃 自己也会比较高兴一点 为什么深圳烤鰻鱼这么juicy蛋 还没有雪藏味 因为新鲜 我们平时在香港吃的雪藏的烤鰻鱼 三四条都要百多元 如果烤新鲜的活鰻鱼是98元 是不是很惊喜呢 而且用的是最美的顺德货 出口去日本的最高品质 在你面前有个专人考给你看 看着鰻鱼慢慢变黄 点上鰻鱼的葡萄汁 口水都流了 我自己就很喜欢吃鰻鱼的 鰻鱼 香到 隔着眼睛都闻到香味 我没试过你是面前自己烤的 在日本的做法通常是师傅在里面烤 烤好后我拿出来给你 就没试过在前面自己烤 刚才介绍给你看 原来这是韩国的做法 在前面烤 韩式的吃法是 用纸菜夹着鰻鱼 再加多一派 这些是炮萝卜 我们在乡下都有这些 这样 减轻了油腻的程度 夹着一起吃 我都没试过这种方法 你看多漂亮 有点像寿司的吃法 试一口 我先试一试 好美味 好正 烤菜是冰的 鰻鱼是热的 包着纸菜是少少脆的 不过口感很复杂 还有这些鰻鱼很弹硬 很有鱼的味道 还有这种是特肥的鰻鱼 我劝大家下次来 一定要叫特肥鰻鱼 它有两款的 它普通的鰻鱼 Q蛋鰻鱼是98元的 如果是Q蛋特肥鰻鱼 是118元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顶级小花牛肉 然后这个牛肉的话 可以配一下我们的海盐吃 吃起来会非常香 这个牛肉是来自我们牛的 胸腔与肤腔两色 吃得了 对啊 咱们吃得了 吸雪花牛 对啊 杀盐都有人帮忙 这里烧鱼不用自己动手的 你可以自己玩你的手机 那就有个帥哥帮你烧鱼 这个就是顶级雪花牛 哇 好滑 牛仔骨看上去也很不错 这个是我们的黑鱼那条鱼 然后烤起来是爽脆的好简 奶香味实足 这些烤鱼 烤鱼那些雪花牛 牛排骨 或者是牛腻 肥腻的话呢 就可以用生菜包住 加一些泡菜 还有蒜头 还有一些大酱汁上去 吃饭 嗯 当日是小弟生日 老板送料长寿面给我 还有员工唱生日歌 给我庆生 吃饭了 这个是雪花虫板猪 哦 虫板猪 雪花虫板猪 是我们说的猪颈肉 猪颈肉 哦 很多人叫猪颈肉 烤起了这个雪板虫花猪 这个网上的网友极力推荐 这个说这种 其实就是猪颈肉 我们中文叫 是脆薄薄 很爽脆的 我试一试 哇 真是的 真是有脆好的感觉 现在吃了牛 吃了鰻鱼 吃了鰻鱼 吃了猪 因为我最喜欢哪个呢 我觉得呢 第一位一定是鰻鱼 这个鰻鱼 第一很厚切 要够肥 还有够新鲜 要烤到脆薄薄的 鰻鱼也没得顶 做这样吃也可以 包子菜也可以 第二位就应该就是这个 虫板猪 虫板猪也好吃 接着做牛肉 那些五番牛也不错 其实这家店很值得吃的 它一个商人的套餐 一二三十 有七份肉食 还有些菜 还有些面包 还有些饭 就是168元 为84元一个人头 如果三四人的套餐 就是290元 如果你想自己叫 我就觉得自己叫 弹性会大些 因为你可以选 譬如说那个鰻鱼 你可以选择超肥鰻鱼 是的 那些猪肉 你可以选择虫板猪 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吃的 其实也是不太贵的 它一份虫板猪也说是48元 最贵的鰻鱼是118元 很值得吃 开不开心吗 很开心 我们今天其实是尊东来的 我们由华强北一直 华强北的店 是红店来的 是的 在那边吃开的 市道这边新店 又大一点 所以就来了这里 所以就来了这里 今天就是这位小朋友 15岁的生日 哇 生日太好了 他几个月前就已经说了 生日就一定要来这里慶祝 因为这里的气氛很好 一边吃招呼也好 一边吃又有跳舞表演 很热闹 所以他今天很感动 很开心 我身边这位是台湾人 远方有台湾人 台湾哪里 台湾台北 下面是台北过来 台北有没有我们这种烤肉店 有鰻鱼的这种 没有 台北都没有 对 这次是第一次来 感觉怎样 很棒啊 很棒 因为他就一直跟我介绍 说他要带我来吃这个烤肉 你先能带他 从台湾来 香港来这里吃 对 哇 好有诚意 他是由台湾 去到香港过中秋 今天有这个派对 我就说 那不如阿文 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氛 那你们觉得这边气氛怎样 很棒啊 对啊 他就已经两天前 他就一直跟我讲了 说他要带我来这边吃烤肉 那我一直蛮兴奋的 那味道怎样 还不错 其他的小菜都很棒 都很棒 对 你最喜欢吃哪里呢 我喜欢鰻鱼的 肥慢 肥慢 所以一定要点110元 那只肥慢 对啊 肥慢 对啊 那小朋友你最喜欢什么 你最喜欢吃什么 我最喜欢吃那个 雪糕面包 雪糕面包 谢谢 谢谢 哇 这个就是他的拿手的甜品 叫做炒面包夹冰奇伦 试一试 好棒啊 不停是脆的 软的 雪糕是冰的 冰火的感觉 好啊 正得爆 100多元左右一个人头 在香港的话 我想要二百元左右 二三百元没走的 你还要有人招呼你 那是烧麦 对啊 哈啰各位观众 我在这个新顺炭宵店 上个星期吃这个 肖鰻鱼的时候 发觉有个年轻人跳得很好 跳舞 踢在中间那个 金色头发的那个 然后他很忙的 他跳完舞 然后就 肖好被我们 就倒下桌子 今天跟他聊天了 我记得你当时介绍 你才二十岁 对 你今天才二十岁 对马上二十一了 马上二十一了 那你这边上班有多久了 我二一年出来上班了 到现在有三年了 感觉到这边上班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 为什么呢 觉得好玩 但是你不觉得很累吗 就你们要帮客人烧烤 然后还要收拾桌子 还要捧餐 然后还有跳舞 跳舞的话比较好玩 也不会觉得比较累 个人的一个兴趣爱好吧 帮客人烤肉的话 我们考得好的话 顾客会对我们有夸张 我们又会开心 所以也不会觉得很累 不会觉得很累 对 那真阳 你现在在这边工作 时间是怎样的 我上中班 我是十二点 上到晚上十点 那你跳舞 有人教你跳吗 有啊 我是过来这边 然后我们店的舞馆 教我跳舞的 大部分顾客来了之后 他们下午五点钟来了 他们就问我们 几点开始跳 很想看你们跳 所以他们来都是想看我们跳舞的 在我的Facebook下面留言的 很多客人说 我可不可以安心地吃饭 为什么要跳舞 他们觉得 反正是很吵的 很奇怪 但是大部分来我们店吃饭的 都是来看跳舞看表演的 蛇虹不用怕 专区不跳舞 安静又舒适 我们一个月会有一次团建 在我们自己店 然后自己弄那些肉盒 买一些饮料那些东西 然后自己吃 这真的不错 对啊 那住宿方面呢 你怎么解决你住宿的问题 我们店的人基本上都是住宿舍的 就是你身顺有提供宿舍给员工 他这边包吃也包住 住在哪里呢 住在卓越这边附近 对 很近的 来过来上班的话 也就十多分钟 那比什么 大概的话 因为他跳舞有补贴的 有补贴的 对 他不是按钱的 他是按学习舞蹈的 时间 对 然后大概一个月有五六千这样子 大家知道就觉得深圳很卷 你的感受怎样呢 我觉得好像也就餐饮行业 比较卷一点 因为深圳这边 餐饮行业比较多 什么火锅店 烤肉店 但是你能出发奇想 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吸引到客人的话也不算太卷 有这个PQ就是说 那个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坦平 你觉得你算坦平呢 还是比较卷 我算比较卷的 因为老家要建房子 所以说我多赚点钱 然后呢 帮我爸把房子那边弄好了 真的 很有孝心 这也是你跳舞的动力是不是 没有 那是比较好玩 比较好玩 我们店好像来吃的 大部分都是香港的 大部分 对 有几层的 嗯 你按啊 还算的话 百分之九十都是香港的吧 大概 雷 山水 汉堡肉 这样 然后再这样 再这样 然后撞个圈 哇 学习的呢 大家 学不学啊 我觉得很难学 很难学 这书 这书才学会了 学了四天 我只四天每天两个小时 在这个餐厅学习 才学习了这支帽 好玩 所以大家又会欣赏 他们密密复出的料饭 谢谢你 没事没事没事 嗨 当时店铺都是崩临的 那个 倒闭边缘的人 就是 找到他 那把锁匙和他的沟通 我这间餐厅 是两样东西 好吃是基础 一定好吃 好玩才是把牌 年轻人不是单纯是钱 还有开心 开心 比钱更重要 帮你打工呢 因为我是年轻人 哈哈哈哈 8公斤